哈喽大家好,PC崛起已经发售一段时间了,不知道各位开荒进度如何了呢?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双刀从开荒到退坑的装备推荐 篇幅和能力所限,本篇只说结论,不谈讨原因,各位身属赵超就可以了 另外由于护士系统的回归,本作的配装是非常灵活的 所以最终给出的配装仅供参考,具体情况要根据各位刷出的护士决定 下面我们开始 从一开始,我们先领取光辉十字套装 进入任务后随便塞在矿把烟火刀升级一次 打完村三的紧急任务散鸟之后,可以做出这把散鸟刀 然后拿这把刀去打村三的奇怪龙 打完之后,做出奇怪龙双刀 最好能多打两次,刷出这个白花带肉肋骨,把奇怪龙双刀升级一次 下位的任务,用这两把武器基本就可以了 到达村四之后,开始着手做这样一套装备 把光辉十字装备慢慢替换掉 当然看荒过程中装备都不是唯一简 你可以用其他的你喜欢的装备来替代 比如迅龙装备也是很好的选择 当然如果你懒得挑的话 直接做这一套就可以打完下位了 装备做出来之后呢,记得最好升级一下 毕竟防御力越高越好嘛 而且这些低级凯玉基本都是用不完的 到达村五之后,可以考虑做一把迅龙刀或者是怨虎刀 这两把武器各有长处 其中迅龙刀是当前版本物理双刀的毕业武器 所以如果你懒得玩属性流的话 可以用这把迅龙刀一路升级就可以了 到达上位之后,先去欺负一下连勇龙王 把它扒拉干净,做几件连勇龙装备 然后去打上位四星的奇怪龙,把奇怪龙双刀升级满 接下来多挖挖矿,做出铸铁腿 然后就可以一路打到上位六星了 从这里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做一些 这个毕业项的装备了 先做出这样一套装备,武器就用奇怪龙和迅龙 扭了这一套,打到解禁都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呢,给出当前版本的各属性毕业配装 正如之前所说的毕业配装仅供参考 还是要看各位刷出的护士来决定 这里我就用一个很基本的ROT2护士来进行配装 如果你有超会心二啊,或者是有两极孔啊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等价护士呢 就可以完成这些配装了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接下来各位想看什么武器的配装视频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